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够长 所以我决定跟着你 跟到你找出答案为止 等哪一天 你觉得腻了 你赶我走 我才走 安宁 公子 公主 马都上来安了 可以出发了 好 出发 慢 怎么了 我 我看天色已经晚了 如果我们赶路的话 也赶不了多少路 不如明天一早走 好 那也好 那就请公主先回吧 这样 我们明天约在城门口会合 你当我是傻瓜 把我先骗回去 然后你们一走了之 公主我说话算数 我不信 巫双 去给我准备一间客房 我今天晚上就在这里过夜 好 明天早上一起出发 看你们拿我怎么办 巫双 好好想 活 臣已派出五千先前部队 于黄河岸建立要塞 紧紧扼住敌人的咽口 另外五万大军随时可以集结 出发营敌 只有五万大军够压制住齐国侯吗 咱们朝廷可以动用的兵员 应该不止五万吧 富山的意思是 分拨七万大军由我统领 负责向西 牵制云南王 万一拆开 只怕两面都显得吃力 那时又该怎么办 不这样 万一让云南王和齐国侯战线相连 那对京城的威胁就更大了 还得再好好想想 先歇会吧 让脑子清醒一下 才能想出更好的对策 你们这些大男人 想问题 难道只能从军事观点出发吗 锦儿 皇上面前不许胡说 没关系 这也想听听三妹的高见 我不等带兵 所以我能想的办法 就是免除战争 把你吹牛的本事收起来吧 得是具体有效的建议才行啊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皇上 你想过齐国侯 与南王有什么不同吗 说下去 以小女子的分析 她们虽然都与朝廷对立 但性质却不相同 简单的说呢 齐国侯是经过长时间的谋划 造反的目的就是要称帝篡位 一统天下 但云南王不是啊 若非皇上执意学番惹恼了他 他是没有任何造反的意图的 摸清敌人性质的不同 然后呢 然后对症下药 用不同的方法对付他们 其实方法很简单 只是皇上一时间没有想透罢了 尤其是齐国侯 他张牙舞爪的 只是虚张声势罢了 他若真有实力 又何须到处拉拢 寻求结盟的对象呢 皇上别忘了 先前京城涌进的难民 不都是从他那儿出走的吗 你的意思是 齐国侯早已失去了民心 军民一体 失去了民心 当然就别指望掌握军心了 而齐国侯也深知自己的处境 只不过先前和朝廷杠上了 变得有些起火难下 这狗急可是会跳墙的呀 一只老狗了 他充其量只是费两声 我们把爹和哥哥带领的总数十二万兵马 全数布在黄河岸上 朕是一百 他肯定想破胆 可他认定云南王是会助他一臂之力的 正好相反 他看朝廷把所有军队都指向他 一定误以为云南王已经和朝廷和解了 背叛了他 这是一招险棋啊 不过如果下得好 便可以收到奇效 还有呢 皇上不是已经查明文韬和藏匿京城的梁君卓有接触吗 利用文韬又补梁君卓 那齐国侯一见儿子被皇上拿在手里 硬听又没有胜算 肯定会信心瓦解 那时在招降 好办法 顺便也给文章父子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不过把所有的军队都集结到黄河岸边 朕就无力再面对云南王了 万一有什么不小心的 他不是不能商量 安宁公主和白大哥的婚事 可是最有力的筹码 好啦 你们都是誰 那时候快知道 我们聚在墓儿子 要补铁 ཁཁཁཁངཁཁཁམ 咱 layered 我 我有不好 我改 别离开我 带我一起走 安妮 任何事我都可以答应你 就是不能把你带走 如果有缘的话 我们会再见面 我们就这么偷偷走了 安妮公主要是醒过来 这么走是为了她好 五少 哎 瞅吧 走 走 走 mira pushed 打算 帮你 还帮你 不用帮你 我 看不见你 住ся 那 System 谁 你都不用帮我 你怎么处罢了 快 能不能遵律 看不ώρ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对我百姓而言只有好处 你别上了朝廷的当 藩王如果没有兵力自保 那迟早会遭到吞并 爹 当今的皇上不像你想的那样 我心意已决 以争辩要无济于事 爹 你太固执了 你说什么 如果爹执意要掀起战祸 孩儿情愿继续留在京城 要是爹的军队打进来 我会带头反抗 保护京城百姓的安全 你想造反 论造反 我可不如爹来得那么有经验 畜生 玉飞 玉飞 你没事吧 你怎么出来了 你说你房间里没人 这个女人是什么人 你为什么不让我知道 我们父子俩冲突与你无关 快走 快走 是安宁 安宁公主 你来得正好 有你握在我手里 我就不怕你的皇帝兄弟在情举妄动了 我哥才不怕你 你敢跟朝廷作对 当心死无葬身之地 安宁 我说な Donald Trump 让中国被逃 dedi 他就是你 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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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涛兄啊 早到了 来来来 坐坐坐 文涛兄啊 我带来了上等的好酒 来给我们提前庆功啊 庆功 实不相瞒 云南方已经到了京城了 他派他的手下 已经跟我联系上 我明天呢 就得亲自跟他谈合作之事 约定起兵时间 我准备给朝廷 来一个双面夹击 打朝廷一个措手不及 温涛兄 我笑 你不笑 这样我很尴尬 跪下 看 朕听说你正打算喝庆功酒呢 很抱歉 坏了你的好事啊 皇 皇上 没有的事啊 皇上饶命啊 皇上 皇 皇 皇上 饶不饶你得由令尊决定了 您说什么 您说什么 令尊认得这个玉佩吧 当然认得 这可是我们家的传家之宝啊 你本身就是个宝 孙子 在 立刻派解使者 把这个玉佩连同镇的口谕一起交给齐国侯 看他如何回应 遵旨 不是 杨君主 你说云南王已经潜入京城 可是实话 当然是实话了 是他派人找我的呀 可是 可是他的藏身之处 我真的是不知道 是吗 把人搬押下去 是 皇上 皇上饶命啊 我一定会劝我的父亲跪下皇上的 皇上饶命啊 皇上 你有没有想过云南王的落脚处 朕一听到消息 就叫陈琳带着禁军去白云飞的住处了 但愿 皇上 参见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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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云南王了吗 还有云飞和安宁公主呢 他们怎么样了 皇上 臣去晚了 屋里已经没有人了 桌上只留下这封信 旨意削翻 安宁不宁 干戈止止 静候回应 看样子 他们把安宁劫持走了 陈琳 在 立刻被军 是 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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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背你 我没事 我还能坚持 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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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双 快拿水来 好 这个小妞能撑到现在才倒下 有骨气 不简单 你为什么这么做 为什么 是他的皇帝哥哥先跟我过不去 怨不得我 我同样主招薛 同样反对你叛乱 我是你的儿子 你怎么对我都行 可安宁是无辜的 放了他行不行 不 不 云飞 别说了 我不要你求他 安宁 云南王 你听着 我们皇室的人 浑身都是傲骨 尤其是我的皇帝哥哥 你敢造反 是自讨苦吃 迟早会吃败账的 安宁 把皇帝他都伤着 喝一湯 我一定能让你 让我追尾 你 但是我选择 你好 我对今天 我成交了 你 去 你 这辆车子让这小两口当代步 战争在即 我可不愿看到这两个残废 以我的战机 皇上 前面就是云南王的迎战 咱们随时可以进攻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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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妹 三妹 你来这做什么 皇上朕决定一驾清征救回安宁 朕如果连自己的亲妹妹都保护不了 还谈什么保国为民呢 朕如果接受了云南王的威胁 这皇帝趁早别当了 可是 这带着这些精兵 如何对抗云南王的十万大军了 朕已经派人通知你父亲了 立刻派人前来支援 如果来不及 也之后硬碰硬了 我知道皇上心意已决 誓死如归 我陪你去 不 那太危险了 危险 危险你都肯去 那我要是退缩了 还够资格做你的义妹吗 嗯 可是 无情无义的事 我司徒竟是做不来的 你若还是拒绝 那么你就成了无情无义的人 好 谢谢三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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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有人在这儿 你看我 皇上 皇上 难道真的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了吗 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我如果不当机立断 一等到天亮被敌人发现了 就一点优势都没有了 请皇上先按兵不动 让我去跟云南王谈判 好吗 什么 你要和云南王谈判 我们不是有过共识 只要和平 不要战争吗 若能和平解决 我又何尝愿意亲戚战端呢 不到最后关头 谁都没有权利放弃 就算要谈判 也该由我亲自前往 不 你是一国之君 肩上扛着天下 你不能自私地身受险境 皇上 你信得过我吗 我想 我大概能拿到 云南王最后的底线 只要你肯充分授权 我就有把握 说服云南王撤兵 并且绝不违背 皇上薛范的决心 你真有办法 你这是干什么 司徒经既然随军 就是皇上的部下 我原理下军令状 不成功提头来劲 三妹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担心你的安危 我的安危跟全天下比起来 根本微不足道 好 我同意你去谈判 不过我只给你半个时辰 如果过了时候 你还没有消息 我就会不顾一切 你就放心吧 多谢皇上恩准 小姐 让我陪你去吧 云南王胆敢对你不利 我首先和他拼命 阿脸 你有这份心 我很高兴 不过我更希望你留下来 在这儿 跟皇上等我的好消息 三妹 皇上 你想说什么 没有 我什么都不想说 我只想一直抱着你 天长地久 抱着你 天长地久 抱着你 干什么呢 站住 你是谁 我要见云南王 王爷是你说见就能见的人吗 我是前朝公主 云南王见还是不见 前朝公主 难道这京城的百姓传言 并非空穴雷锋芒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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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的 这不可能的 司徒敬参见王爷 太香了 简直太香了 妹 你 哥 你服毒了 你为什么不多等一会儿 你为什么这么傻 我一生都在做傻事 我好获悔当初 没听你的圈子一嫁给皇上 他昏庸 他暴虐治国武道 你坚持一会儿 我去找解药 哥 我不行了 我撑着 最后一口气等你就是要提醒我 造反只是个手段 是无奈的 你可得为天下苍生负起责任了 刀断新皇帝 给百姓好的生活 好 我答应你 我一定做到 啊 妹 妹 小公主呢 小公主在哪儿 我还带她走 我的外甥女在哪儿 啊 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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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王爷 我奉皇上之命前来 慢着 你们都退下 是 我奉皇上之命 我先问你 你刚才 你刚才进来的时候 自称是 前朝公主 没错 我是前朝公主 前皇室的后裔 你有个证据 证据我没有 都是静修师父告诉我的 静修 家父 清云也证实 当年我确实是他 从前朝皇宫里 接出来抚养的 没错 静修 是当年皇后的铁绳姑娘 王爷 王爷 似乎 对我的身世 格外有兴趣啊 我 守主 这守主 这是令公子的 因缘巧合 就戴在我手上了 对 说得对 因缘巧合 天意啊 这原本是你母后生前的遗物 此刻 就戴在你的手上 你说什么 这是你外公 送给你母后大婚时的嫁妆 当年叛军攻进皇宫 我急着救出你们母女俩 只是我晚了一度 我眼睁睁地看着你母后死在我的怀里 你 这守主啊 是我从你母后手上取下的 你 你见过我母亲 你是 孩子 我是你的亲娘救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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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亲舅舅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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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怎么办 怎么还没回来 秦丽 在 不等了 立刻准备兵马杀进去救人 宗旨 三妹 你可千万别出什么事才好 这些都是咱们云南地道的家乡在 你母亲出隔以前爱吃得不得了 好吃 舅舅 你果然不是外行啊 知道我行军一整天肚子饿坏了 你能不能告诉舅舅 你怎么会做了皇上的谈判特使 那不正好 咱们就这样 凡事有商有量的 不不不 一马归一马 你我既然亲情相认了 我是不会放你回皇帝的阵营去的 两军交战不展来史 做舅舅的疼你都来不及 怎么舍得杀你呢 您如果真的疼我 就听听我的道理吧 别再和朝廷大动干戈了 是朝廷先对我不仁 不能怪我不义 仁义是应该加注在黎明百姓身上的 怎么可以用来意气用事呢 舅舅既然亲身经历过二十年前的那场浩劫 就应该清楚的知道啊 战争会给百姓带来多少生死离别 多少流离失所 您真的忍心这样做 我也想和朝廷和平共存 可是皇帝逼人太甚 舅舅 别劝我了 你舅舅就这牛脾气 宁死不屈 启离王爷 启离王爷 前方探子传来紧急军情 启离王爷 启国后也接受朝廷招降 全军由司徒父子接掌 正火速折往我军方向 王爷舅舅 您真的不打算考虑和朝廷话干戈为玉帛啊 我亲率十万大军要踏破金城比皇帝低头 绝非难事 嗯 对啊对啊对啊 加上北边的七国侯两军合击 皇上肯定是打不赢的 哎 不过话说回来 目前的情况 难道非要用武力解决吗 事战事和 这决定权 其实是掌握在皇帝的手里的 那就好办了 我近来是已经说过 我已经得到皇上充分的授权 协议内容绝对算数 是吗 余公呢我是谈判的使者 余思我是你的外甥女啊 请你看在我母亲的面子上答应撤兵吧 不 我若撤兵 那就等于是接受了朝廷薛藩的主张 这样 我有何掩面去见我云南的父老乡去呢 要是薛藩之事 皇上同意搁之不提呢 皇上有可能做这样的让步 先问舅舅 您这云南王打算做到何时 你以为我还练了这个王威 实际上我早就有意 等云飞成亲之时便将王位传承 过几天清闲的日子 只可和皇帝执意学藩 破坏了我的规划 说到云飞 她和安宁公主现在 这你不用担心 坦白说 安宁公主这儿媳妇我十分满意 我只是先把她关几天 不会亏待她的 那意思是说 她俩的婚事 你乐观其成了 婚照节 仗照打 哪有这样的 不如我来替你们做决定 决定什么 两家联姻 护赠礼品是少不了的 舅舅的贺礼是船尉 接着让白云飞 这个星科驸马爷做云南王 至于皇上的贺礼就是 只要云南王不同意 就绝不削帆 云南王不同意就绝不削帆 这样的条件不正是舅舅坚持想要的吗 你真的能代表皇上 我以人头担保 皇上他肯定会实现这个承诺 那好 只要朝廷答应不削帆 我即刻退兵回云南 舅舅 您一言九鼎 我仅代表皇上与你继掌为盟 从此朝廷与云南王府永结同好 来 怎么了 舅舅 你这丫头 我上你的当了 有吗 你刚才套我的话 要我承诺在云飞成亲之后 让我把王位交出来 这可是您自己的心愿 你接着才替皇上承诺 说只要云南王不点头 就绝不削帆 没错 意思是 皇上只在我的任内不削帆 一等到云飞接任王位 那时 那时白云飞做了云南王 他接不接受削帆 已经不关你的事了 你 你可真是古怪精灵 舅舅 说穿了 您无非是担心自己削帆以后 云飞撑不住大局受朝廷的欺负 您仔细想想看 当今皇上勤政爱民 他治国的所作所为 难道不令朝野上下心悦成福 平心二论 他是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您就放心吧 您再想想云飞 既然您有意提早退位 是否接受削帆 就由他来决定吧 这 外边发生什么事了 启禀王爷 皇上精帅精兵 杀进军英来了 皇上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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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杀 殺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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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可就是云南王 正是在相 那你们谈得怎么样 我不得不说 你选到了一个够聪明 够智慧的谈判大使 令本王心悦诚服 这么说 舅舅答应撤兵了 机国长 我能出而防而吗 什么舅舅 什么机长 皇上 我不负使命 我全都做到了 你跟他机长 是不是答应他什么条件了 王爷答应退兵的唯一条件 就是让我做你的皇后 就这样 鱼羽熊掌兼得 便宜你了 说清楚 你到底替朕答应云南王什么了 就是娶我了 还有呢 好好爱我 还有呢 跟我一起努力 剩一堆胖娃娃 鱼羽熊掌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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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尽情地下注 与皇制度 慢 慢 我慢点 我看皇后娘娘的肚子 是又圆又大 肯定是个公主 雅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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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对 我看皇后娘娘的肚子尖得狠 而且号织肉一定是小皇子 对 就跟皇上讲玉树临班 要不要休息一下 我没事 别那么紧张 万人迪他们在玩什么呢 陈总管 也来一下吧 我没钱 我要鸭就是这把宝剑 在大殿上公然剧毒 这成何体统 这事情太后同意的 你别忘了 选国菜就是靠这个起家的 皇室有喜举国同庆 以后我要生了也要再搬一次 好 皇上皇后驾到 好 这男生女马照就揭晓咯 嘿嘿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这样啊 皇后厉害啊 一口气 给这生了一双儿女 容奉胎啊 太好了 善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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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 我没在啊 来说 她現在 她是你的心 來辦我 辦我